水餃很好吃 水餃不好吃 水餃不好吃 阿嬤們開心地吃著水餃 直說好吃 每個人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而他們玩中一顆又一顆 內餡飽滿的水餃 都是他們親手包製而成的 甚至有餐人的阿公說 他從來沒有包過水餃 第一次來包覺得相當有趣 我經過時要不要包 他才沒有包過 我媳婦我女兒 買回來再給我吃 再一頭一邊包 包就覺得很處理 有這個外餐這樣算很好 我感覺說有這個機會 好讓我們這樣有包 真好 真好的機會 這樣外餐的機會真好 這次避風社區發展協會 為了幫助消化在地小農高麗菜過剩的現象 同時訓練營法組的手研協調度 邀請在地長者 一同來到社區的集會所包水餃 而且還能減緩他們的老化速度 並降低他們罹患失智症的風險 髮水餃是一個很細微的動作 讓他們去做這細微的拿捏活動 尤其是什麼 眼睛看到跟我們去髮水餃皮 電腦的感覺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們有很多人 都只想要訓練小孩去做左眼協調 其實我們的時段也要做左眼協調 左眼協調的動作 可以讓他眼睛看到跟他手掌 手掌頭要出力 我們的手掌頭只要有出力 有刺激 有去刺激到我們的末梢成親 就可以延緩老化 然後可以延緩失智症的發生 讓他們盡量 靠過手去活動 靠過客人去實現 這樣可以幫助他的生活 我們也可以延緩他的失智症 身為避風社區 土生土長的議員林詠弘 也特地來到集會所 與鷹髮族一同來包水餃 同時感謝社區幹部與志工的 用心與辛勞 舉辦此類型的活動 來豐富鷹髮族的晚年生活 我們的時段人 做回來爆水餃的目的 在那裡要用到他的腦子以外 我們的手掌頭 手指能夠動一動 讓他的手指動一動 腦子也會動一動 尤其還可以 讓大家做一包 來瞭解這個 包水餃的貴婷 東家常西家團 讓他的手腦併用 讓我們的頂部 讓我們的師大 可以長時間來這裡 來做會 來學習 學習生活 來做包水餃 做會來用餐 做會一起享受老年的生活 此次包水餃的活動 分成八組來包水餃 且口味分成 昏食與素食兩種 讓銀髮族自己動手包水餃 每組還會有志工指導教學 避免包完的水餃 下鍋煮後散掉 無法食用的現象 讓每個來參與的銀髮族 都能吃得開心 吃得健康 米西雲林軒 草屯採訪報導